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台下可以听到其他学员求情 四男四女八个人站一排 一个个打过来再打过去 站在最右边的女生承受不住挨打 几度掩面哭 经过四个大板 他被打到站不稳了 这是山西一家银行的培训会 打屁股是培训模式之一 视频公布之后引起高度议论 很多网友认为这种处罚太过度 连新华社也刊文抨击 这到底是突破自我 还是突破社会底线 培训班的负责人 在压力之下出面道歉 这位培训负责人成立的培训课 向来以打屁股剃头发 来惩罚表现不佳的学员 三天两夜的培训课 一个人要一万人民币的费用 律师说 体罚的行为已经违反了 治安管理法 记者戴律综合报道